113年适应体育田径赛 22日上午在彰化县立体育场举行 来自县内的高中职 国中及国小共143所学校 1468位选手参赛 同场竞技 相互交流 县长王惠美鼓励选手们勇于突破个人极限 展现最好的自己 那每个孩子真的都有他运动的一个权利 那要特别谢谢校长老师们 教练们非常用心 特别为孩子们来去做相关的一个调整 那才能够让孩子不同的这个运动 让他们能够发光发热 那这几年彰化县在国际赛事上 特别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表现 那再再谢谢校长老师 其所有的这个教练们他们的用心 那也期许我们所有的选手 都能够突破自我再创加金 113年适应体育田竞赛是透过不同的比赛方式 和适度调整游戏规则 让原本受到限制的孩子 也能享受运动的乐趣 展现辛勤练习的成果 公益频道林毅俊 彰化采访报道